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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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呢 基本上表现平平 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 香港方面股市肯定是有移动 这么资金呢是大量的从大陆南下回到了这个香港股市方面 我们马上就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调查目前的资金情况 我们发现在从3月份以来流入香港股市和流入大陆股市的资金呢 南下北上方面的资金 南下资金远远要超过北上 过去16个星期里面 累计流入香港股市南下资金超过700多亿 连续16个星期净流入 那么在今年以来累计流入香港恒生股市的大陆资金 或者北方资金一共超过了1500亿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一个金额呢就有可能意味着极大的一个变局 那么在昨天呢上午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异端就是香港恒生指数一直在上涨 但是呢大陆指数没有任何的变化 有可能是某一部分人已经是提前知道了一定的重大利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强势的稳定的上涨 意味着这个消息可能不小 因此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依旧是率先布局认为 要么就是国家队在明显的进行一个护盘活动 要么就是香港方面会有重大的新闻公布 那么果不其然在下午3点多我们发出消息之后 4点的时候呢香港股市开始一路上涨 一分钟一个价格 基本上最高只冲到了将近1000点的涨幅 那么在港股过去的历史 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此呢4.6%大概是半个小时的涨幅 也为我们的部分投资者创造了不菲的收益 所以呢大家要及时的去看新闻 要知道新闻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香港方面呢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已经确定要撤回这个协议 所以说呢为香港股市的上升 带来一定的支持政策上的支持 所以呢新闻如果大家看了没有任何的作用 那么其实呢就是白看了 所以说呢最重要的还是找到新闻背后的逻辑 以及新闻对金融行情的一个走势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 很多人也说到这个股市上涨下跌波动幅度比较大 自己不太喜欢或者不想关注 那么其实呢股市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最重要的就是在澳洲任何人 基本上只要是工作了或者是有一定的收入 那么最终都会有养老金 所以呢你说跟自己没关系 那么养老金部分的资金 我们要知道清楚的知道它是投到了哪里 大部分的澳洲养老金都属于股票型基金 基本上都是投到了澳洲或者是亚洲的股市里面 少数的投到了美国 所以呢有的养老金公司一年的回报才3% 而有的养老金呢每年回报能高达百分之十几 我们假设1万块钱的养老金账户 每年3%的回报呢在50年之后呢它就变成了4万块 看起来也不错翻了个三四倍 但是呢如果是按照每年13%的涨幅 那么50年之后我们退休了或者要养老的时候 这个资金就从1万变成了将近400万 所以400万和4万的差别我相信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和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系 和我们未来养老的生活有没有关系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每一个啊 GoMars需要做的就是每一个月或者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大家一些非常不错的投资建议的参考 那么给大家及时的消息进行一定的判断和投资组合 或者是未来投资的策略的一些改变 那么我们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面 推荐了很多成功的案例 包括从1月份开始比特币3000块钱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可以拿3000块试一下 相当于是买一个故事啊 未来可以讲给孩子听 当年我也买过比特币 或者说呢是买一个啊 我们叫信仰也好 或者是参与感也好 那么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 我们好歹也参与进去 3000块钱对大家来讲可能就是一次旅行的资金 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是超过1万多美金了 所以呢相比于涨幅来讲是接近4倍的涨幅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呢 推荐了这个中国股市的看涨 那么当时给出的结论也非常简单啊 国家队的资金已经是蠢蠢欲动 所以呢政治经济啊央行三个要素呢 我们始终是把政治排在第一的 因为政治方面的一个情况 将直接影响金融行情 并且呢影响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除此之外呢在股市方面呢 我们也是多次推荐了非常成功不错的涨幅 在30%到70的啊这样的一些股票投资 所以说呢如果是您的养老金账户在过去的半年啊 或者是9个月的时间里面没有跑赢澳洲大盘 没有上涨超过20% 基本上啊认为我们是跑输大盘啊落后于其他人了 因为黄金和白银我们也是从今年初就开始推荐了 黄金股票呢普遍上涨超过百分四五十啊 部分股票像我们之前常讲到的NCM这些啊 可能涨幅已经超过百分七十了 那么养老金账户里面的这个资金 如果是养老金基金没有匹配黄金类的股票 那么证明这只养老金啊 可能基金会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么明显的行情啊基金公司都没有进行一个判断和匹配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上的这个资金或者是投资 不一定是我们啊银行里的资金拿出来投 那么股票啊涉及到我们的养老金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 这些呢大家都要注意到 所以呢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就是行业方面 是我们要想一下在未来发展速度这么快的一个市场或者社会节奏里面 什么样的行业能够越老越值钱 什么样的行业能够随着经验的增长成功率越来越高回报率越来越高 对吧那么什么样的行业不需要去卖东西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行业呢 不管你是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部都是在卖东西 要么卖产品卖服务 那么有没有行业不需要去卖这些东西只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啊就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 那么这样的行业呢就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长期去学习 所以呢金融行业它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啊资金上 而是在于整个行业它是比较前沿并且能够持续下去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另外呢9月7号啊我们是有在悉尼有线下的讲座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点击报名链接 里面有详细的时间和地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